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弟兄姐妹,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员甘露 愿主耶稣的话语成为你心中力量的全员 也愿祂所持的恩典成为你每天生活里面的甘露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4章 这边讲到耶稣 她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新门家里面作息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珍拿达香膏 打破了玉瓶就请到在耶稣头上 根据门徒后来所说的话我们知道 这个香膏的价值极重 原来是一个工人她一年的薪水 那这个香膏是一种植物的地下经所做的 这种植物生长在高山雪线之上 以这种植物做成的香膏 是古罗马时代女子出嫁的时候最重要的嫁妆 这个女人她知道耶稣即将要死在十字架上 那她一看到有这个机会 她就抓住这个机会 毫不犹豫的把玉瓶打破了 就把所有的香膏都交在耶稣的头上 这个玉瓶打破了就没有可能再恢复 从其他的福音书记载 我们知道这个人 这个女人叫玛利亚 玛利亚如此的爱主 她这样子毫无保留的奉献 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启发呢 这个行动是出自于玛利亚对主耶稣的爱 因为她相信主耶稣是牺牲了她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要救赎我们 而玛利亚她的信心 能够让她这么样的爱耶稣 我们今天常常说 我们要爱我们的主 要侍奉我们的上帝 要奉献我们的 但是常常我们因为信心不够 主爱了我们的爱心 我们常常想要奉献 但是又顾忌自己是不是足够 想要奉献又顾忌 这样的奉献到底是会不会得到回报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玛利亚所做的 她不是要求回报 她是因为单单的单纯的爱主耶稣 然后再为主耶稣的下帐做准备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玛利亚 她这样子单纯毫不保留的爱主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用爱 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因为她先爱我们 她并没有保留她自己 她并没有舍不得将自己的生命摆上 为了是要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更多的来跟随她 更多的将我们的信心 盐望在她的手中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她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能够将她的样式活出来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你的生命献上了 换取我们这些本来不值得的人 主啊 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玛利亚的心 能够学习她的样式 让我们学习像她那样子单纯毫不保留的爱你 主啊 你说这样子的爱是你所喜悦的 帮助我们这样子的爱你 也因为这样的爱你 我们可以更爱教会 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 求你赐下更多的信心 也赐下更多的爱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是能够到的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 那活出你样式的门徒 感谢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送赞都献给你 因为你是救我们的神 感谢你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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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